原理一线船管区胡司令是在今天上午代表后备军人把一栋新建的房屋赠送给贫苦的后备军人袁一南 这栋房屋是由大备乡辅导组组长黄茂春发动捐箭的 袁一南是因为家庭贫苦全家老六六口仍然是住在一间破烂不堪的屋子里 葡萄组组长黄茂春发挥了守望相处从中共济的精神 而新建的这一座房子一共有两房一厅